哈囉 大家好 我是Linda 今天要特別來介紹一下這一本 和流文創跟立心基金會合作出版的秘密派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它主要的訴求就是 培養孩子訴說感覺的能力 這個是立心彰化分事務所的社工 長期關注兒哨問題 所以呢 如果父母可以正視孩子的感受 讓孩子學習說出心理的感覺 或許就能減少不必要的傷害 讓我們一起來成為孩子的守護者 像這個封面呢 就有一個影子 兩隻手 然後小朋友的表情有點害怕不舒服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秘密派對 這本書呢 還有這個QR Code可以掃 有一個共讀的影片 可以給孩子跟家長一起看 讓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故事 全圈圈圈開心的在門前走來走去 因為今天是她六歲的生日 叮咚叮咚 媽媽問誰來了 哇 阿公阿嬤來了 這邊可以轉 好 喔 大 什麼 河馬姑姑大象叔叔 中熊阿姨 豬捲捲捲捲也都來了 好多人都來要幫她慶祝她的生日 好 進門之後呢 大家都跟圈圈說 生日快樂 不過每個人 祝福圈圈的方式不太一樣 有的呢 會摸摸她的頭 有的會摸摸她的肚子 有的呢 會想要抱抱她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繁衍齁 好 她拍拍我的頭 她緊緊的抱住我 這裡 她摸我的肚子 她碰我的屁股 這個呢 她摸我的背 這邊 搔牙 抓著我的手 親我的臉 圈圈很開心 大家都來參加她的生日派對 只是被碰到的地方有點不舒服 她覺得有點怪怪的 那當你 當孩子覺得怪怪的時候 可以教她怎麼做呢 好 這邊是給大人的提醒 你可以跟孩子討論身體的界限 好 如果說不同角色的碰觸 會帶來哪些感覺 好 有的人是像 爺爺奶奶摸摸頭就沒關係 可是就不喜歡被陌生人摸頭 我們可以跟孩子去討論 這樣子不一樣的差別 好 這些被碰到的地方 有些感覺很熟悉 有些很陌生 那我們要怎麼形容這個感覺呢 這邊有一隻這個手 沒有這個手 然後可以把它放在這裡 像呢 像 不喜歡 紅蘿蔔 喔 我 這邊有寫 討厭的感覺呢 是爸爸用粗粗的鬍子磨它 就像不喜歡吃的胡蘿蔔一樣 吃起來不舒服 也很討厭 紅蘿蔔在這邊 那緊張的感覺是什麼呢 這邊緊張 疊疊的越疊越高 輪到我的時候 心臟噗通噗通跳 很緊張的那種感覺 很緊張的那種感覺 蜘蛛呢 蜘蛛是什麼感覺 一個人待在黑黑暗暗的地方 可能會有昆蟲掉下來 我不喜歡那種感覺 我很害怕 所以蜘蛛給你的感覺 可能是很害怕的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小提醒 用白色小手找找看感覺的物件 跟孩子討論在生活中有哪些狀況 你會討厭啊 害怕 委屈 或者是不知道怎麼辦 還是生氣 快樂 興奮 緊張的感覺 可以讓孩子去了解自己的感覺 譬如說 這個蜘蛛可能是害怕 這個積木就是緊張的 還有紅蘿蔔就是討厭的 那拆禮物可能就是有點興奮 或者很期待 這些都是不一樣的感覺 我們要教小朋友認識自己的感覺 那我們就接著看下去 正章圈圈開始要面對這些感覺的時候呢 河馬姑姑突然說 來來來 我們一起唱生日快樂歌吧 大家就準備把禮物交給圈圈囉 如果你收到的禮物 你看這裡有一個陌生人 跟他說 媽媽說你很喜歡這樣的衣服 你可以現在脫下來換給我嗎 當然是不行啊 對不對 他有一些模擬的對話篇 或者是陌生人說 或者是其他不是很熟悉的 其實不管是誰啦 如果他說你不要跟爸爸媽媽說 我就給你糖果 像這樣子的 誘惑的方式 我也不是很喜歡 因為沒有聽過爸爸媽媽的同意 我就覺得這不可以 還有說 讓我抱一下 在這個情況如果你不喜歡的時候 我就是應該大聲的說 我不喜歡 好 還有呢 喔 親我一下我就給你生日禮物 有時候孩子 不會分辨什麼是對 什麼是不應該 所以我們要教他 因為會有假設很多 很多種狀況發生 這邊是 我很喜歡你喔 唱歌給你聽 還好 就正常 這個呢 不可以跟別人說 我等一下帶你去玩具店買 喜歡的玩具 他還 手還亂摸喔 所以你不可以跟別人說 像這樣子就是不對的嘛 所以圈圈他找到的 他得到的不只是禮物 還有一些秘密喔 那這些秘密是不是 這些秘密呢 有分好的秘密 跟不好的秘密 在經歷一連串的感覺 還有收禮物的尋寶過程 圈圈有了煩惱 他的腦袋緊緊的 裝了很多秘密喔 有些是喜歡的 有些是不喜歡的 那就在這邊 如果覺得開心呢 可能就是好的秘密 會讓你迫不及待 迫不及待想跟別人分享 而且分享了呢 你也會覺得開心 這樣就是好的秘密喔 那什麼是不好的秘密呢 因為我們現在看這邊 好的秘密是 看到流星許了一個願望 不要說出來 這是好的秘密 然後不要告訴媽媽 我們準備了什麼聖誕節禮物 這樣也是好的秘密 這裡呢 然後這些餅乾是媽媽叫我做的 我只有跟你分享 不要告訴別人 這也算是好的秘密 那我們來看看什麼是不好的秘密 叔叔 我在洗澡的時候 叔叔進來說可以幫你搓杯 這就是不好的秘密 你因為覺得不舒服 我不喜歡 這就是不好的秘密 這邊呢 不要告訴爸媽 我們今天玩了醫生檢查 病人身體的遊戲 這也是不好的秘密 這裡 這邊 我看到同學偷拿別人的東西 他叫我不能告訴其他人 其實這是不對的事情 所以這就是不好的秘密 我們要去分辨什麼是好的秘密 什麼是不好的秘密 那不好的秘密會有什麼感覺呢 讓你覺得怪怪的 而且呢 怕說出來會被罵 所以 你會猶豫要不要說 所以呢 剛剛發生的事情 跟秘密 跟秘密 讓 圈圈有一點不好的感覺 這是真的 圈圈呢 決定 把心理不舒服的感覺說出來 所以呢 他找了一些人來幫忙 他找了好多人 你看這個 他說 我們在忙 你先去旁邊玩 他只好再找別人 阿公阿嬤在唱歌 就聽不到 然後呢 找小熊 可是應該不會說吧 我找姑姑 他在講電話 那我們再去找別人 糖果 也沒什麼用 這個是小朋友 應該也沒用 那我們可不可以 再去找別人呢 終於有一個人有空了 這個小朋友呢 帶他去找阿姨喔 把不好的秘密都說出來 阿姨說呢 大人沒有辦法 立刻幫你 你一定很傷心 但是我覺得你很棒 你沒有因為這樣就放棄了 你有找別人幫忙 這邊呢 是告訴大家說 可以跟孩子討論 現實中可以求助的對象 還可以將他們把照片放在這邊 譬如說你可以找老師 信任的老師 或者是 阿公阿嬤啊 或者是 爸爸媽媽這樣子 阿姨跟圈圈說 相信自己的感覺很重要 我很開心 你願意跟我分享你的秘密 讓我來幫你吧 這本秘密派對呢 就是 讓孩子了解 什麼是正確的秘密 什麼是好的秘密 什麼是不好的秘密 那 教他分辨這種感覺 緊張的感覺 不舒服不喜歡的感覺 教他 找人家幫忙 這樣子 這一本秘密派對 覺得是還不錯的一本書 其實像有時候我們不知道 怎麼跟孩子 互動這一方面的問題 那我們用書來 做一個交流跟引導 也是一個很不錯的方式喔 那就先介紹到這裡 掰掰